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主办方的邀请 让我来分享 RDDB在智能制造业务通知学实践 那么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孔宁 发明素质在阿里有10年来的研发经验 历经安全部公链事业部 阿里有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库 那么在安全部 曾负责风控产品基本研发 包括设备者文 代理RD探测 智能风控平台 风险分析平台等产品 通过这些产品来解决 淘宝电商平台下的账户 拉低注册 账户被盗 交易欺诈 营销活动 包羊毛等欺诈 在公链事业部 曾负责 公链相关的产品技术引发 包括公链埃亚平台 销量预测 股坡 调波 绿州优化等产品 来降低在商品交易 网上领域成本 以及提升这个 领域的效果 三年前加入 阿里有行业解决方案 研发工业大脑团队 负责这个 智能制造产品研发 致力于通过 物理网 人工智能 控制优化 输入来生等技术 给生产制造企业 提供一些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那么今天的分享 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一个是智能制造背景 以及发展趋势 第二个就是智能 云智能 阿里云智能的解决方案介绍 第三个就是 阿里云智能制造一些 典型的案例分享 第四块其实基于 这个国产实际数据库 RODB的一些技术分享实践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 整个智能制造 其实诞生的背景 那么众所周知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 这个支柱产业 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是决定国家 这个发展水平的 最基本因素之一 现如今 企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迷连这个向产业链 高端攀升 核心竞争力升级的压力 加上工业企业这个 产值增速减缓 说以前净月下滑 劳动力这个成本 成本不断攀升等问题之内 日益凸显 那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成为这个制造企业短型的动力 与此同时 近年来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 都纷纷将智能制造 上升到国家占领高度 资历于这个 在关键的智能控制 智能制造技术 取得这个领先地位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个智能制造的 这个发展趋势 中国对于这个智能制造 和工业互联网 明确的这个 一级的这种数字目标 比如2015年 国家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0的概念 那么过去几年 智能制造的相关政策 也不断推出 制定了一系列这种 政策的落地的一些细则 那如推进一些 地方工业企业的 这种设备联网 投入这种 细一化速度化的 这种专项补贴 政策也是分层皆有 自上之下这种 足够的这种推进 中国智能制造的 其实主要的特色 是这个补短板 促短型 具体来说呢 就是以智能工厂为载体 以关键的智能制造环境 智能化为核心 以端到端这种 数据流为基础 以这种工业互联为支撑 实际上 智能制造的 定义是比较全面的 而美国 这个工业互联网呢 它的定义是 偏要于产业的 这个协同 和互联网改造 德国的这种智能 制造 偏要于工厂间的互联 而中国从股厂内的这种智能化 到这个工厂间的这种互联 互通 政策的其实目标啊 更加的这个全面和绑范 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 阿里 这个阿里 智能制造的一些 优优场景 以及这个智能制造的 一些这个方案 首先 首先先介绍一下 整个这个智能制造业 有哪些硬场景 其实围绕整个制造业的 整个生产的过程 制造 智能制造的硬场景 其实大致可以 概括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这个 设备智能运维 包括这种设备的 预测性无忌护 故障诊断 包括远程运维等能力 典型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海上这种 通力发电 设备位置是比较发散 通过远程 诊断这种能力 来提升现场 巡检的这个效率 和这个 降低这个运维的成本 和安担风险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业务协运行的优化 包括这个 设计的仿真 生产优化 运营管理 能耗的优化 比如生产优化 来解决市场需求 从过去的这种 大批量规模化 逐渐转向小规模 规定化定制的 这种新型模式的生产优化问题 那么能耗优化呢 其实是解决这个企业生产 不能到对一些煤炭啊 电力啊 等能源的这种节能点来 后面呢 也会有具体的案例进行分享 第三类就是一个产业的这种 系统创新啊 比如这种同财统销 那么降低这个采购的成本 通过这种合理的这个 规划工厂的布局啊 包括一些物流的仓融规划等 来降低的销售环境的这种 运势成本 那么通过这个资产数据的 这个实时盘列啊 来进行这个 抵押啊 融资啊 贷款等等 基于这些应用场景 接下来介绍一下 阿里面的这种 智能制造型的方案 那么也正是过去几年 在这个行业中的探索 积累 以及对于这个 敬畏行业 对行业的一些敬畏 我们呈现了一定的这种 传品解体方案 那么在这个传品解体方案 主要是由 这个智能制造型 三个基础产品的促成 物流分析评定 阿Gate 提供这个 OT数据的这种采集 计算 存储 分析 查询 预警 以及控制 等一旦式能力 那么这里的 持续数据控制 是 使用阿里的 Landing产品 阿里 Landing是基于 并且完全兼容 887 RDB的这种 持续数据控制 第二个基础产品 就是智能制造 就是智能制造 平台的 LSS 它在提供这种 辨识建模 模型预测 控制 一些角色优化 等原子能力 通过这种平台 组建 和开放式 能力组建 进行拖拉 实在的这种方式 来搭建 一些硬行景 核心解决一些 比如说智能控制 角色优化的问题 第三个基础 就是可视化平台 就是Btune 输出的蓝森 负责工厂 产业设备 等3D速度化 虚拟呈现 提供这种仿真分析 和监控管理的能力 我们通过这种 基础产品 进行组合跌压 形成智能控制 把工业优化 这边也都解决化 我们致力有于解决 钢铁 水泥 化工 部份等 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 我们接下来 进入第三个主题 就是阿里 与智能一些案例的分享 刚才其实也介绍了 阿里 我们整个制造 业布局比较早 我们至今其实发展了 六七个年头 平来平头 也积累了一定的这种案例 那么今天主要是介绍了 几个点的案例 就是垃圾焚烧硬化 钢铁加二维 智能硬化 水泥生产过程增化 以及汽车生产过程 数字化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案例 就是垃圾焚烧硬化 生活中 大家都产生 大量的这种生活垃圾 过去的主要的这种 处理方式 这个是填埋 不仅会占有这种 大量的土地 而且垃圾中 这种有害成分 对大气 鼓掌 以及水资也 会造成严重污染 而垃圾焚烧硬化 的这个增强 和热浓 会是种综合 这种技术的 随身 世界各国 采用垃圾焚烧 处理这个 生活垃圾的底液 正在逐渐增加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垃圾焚烧的 工业流程 垃圾 生活垃圾 会运到这个垃圾厂的 垃圾石 进行发酵七天 通过这个 炉排炉 燃烧 产生这个 蒸汽 推动中心 进行发电 然后对这种 燃烧过程中 产生的 这个费水 费气 费渣 进行 无害化处理 那么在这个整 工业流程中 有面临几方面的 一些行列动力 第一 就是 烟气的 这个繁放的 这个标的 要求 其实温度是 不能低于850度 因为温度太低呢 会产生 以外物质 如这个220 将耗费大量的 这种 火星碳 汇水 从环保 资计 增加这个成本 你温度太高呢 其实会造成这个 波炉啊 结结 结交 影响这个炉排的 这个寿命 以及垃圾的 这种费量 那么第二个痛点呢 就是说 你要提起保障 稳定的发电量 或者增加量 才能接触电网 保障 会影响这个 电网的一些调度 那第三呢 就是说 受这个垃圾原材料的 这个 影响 比如是温度 你就会带来这个 炉排的 炉温这个波动 就比较大 导致这个手动 控制操作 比较频繁 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 招呼难 这个培养 这个周期 也是比较长 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 人的 AR是怎么 注意这个垃圾 碰到智能的 在这个 垃圾焚烧 控制化 整个解析办案中呢 是通过我们 IG的产品 是 对接DCSC 通过网站 是每秒这种来采集 这个 氯温啊 包括一些 非凋器的一些 速度啊 包括 1424这种 风量 楼压 等一些 点灭数据 以及下落成 这个主标数据 保存在这个 RGB中 提供这个 算法引擎 和分析 这个组件使用 啊 那第二步呢 是Iss呢 会通过这个 雕队引擎 来每秒 获取这种 测量 一些最新的数据啊 一些指标数据 进行 融温的这种预测 然后通过这种 控制引擎 来计算 一定的这个 计算一次 比如说 计算一次 风量 这个设定值 啊 楼拍的 循环周期啊 设定值 包括一些推掉 速度的设定值 发送为 RGET 那么RGET呢 会对这些数据啊 进行质量码 上开线啊 包括一些 上次的这种 反控值的 进行对比交验 满足这种 交验规刺 通过这种 PDR 多P4啊 发送VPCS 进行掌控卸入 那么在整个 这个项目 实施过程当中呢 所以我们是 7月RVDD 啊 6DF分工了 大量的 优算次 提供 用户使用 比如说一些开仓的 滑动平均 保密接 滤波等 那基本上呢 其实看式简单 其实整个实际 工艺复杂 原来靠这个 人工操作 比较控制啊 产生这个 生产波动 是比较大 保持这个 工艺功能 现在呢 是通过了 物体的技术 AR的技术 包括一些 视觉技术融合 实际在这种 秒级的 智能化控制 在排放 这个满足 排放标准 这种情况 有效地保证了 我们一定的发展量 好 我们会进入 第二个案例 就是 在钢铁这个生产 过程当中的一些 实践 那么钢铁 加入燃烧优化 那么 第二案例是 钢铁加入燃烧优化 在这个经济这种 新常态的形势下 这个流程工业 其实它的产能过剩 钢铁的竞争 是白日化 面对很多这种挑战 从靠产能赚钱 变为靠质量 这种效率 其生产过程当中的 能耗 也排放 也很高 面临这个较大的 这种环保 包括一些安全的 政治的压力 像钢铁行业 那种产业链 较短 但制造过程 其实比较长 工序比较多 从这个 贴光石 烧集 炼胶 炼钢 联柱 炸钢的过程 其实钢铁加入 就是炸钢 这个环境 那原来这个 炮人工 超过来进行 控制这个 加热炉温度 在1100度到 1300度 这么一个之间 会带来很大的拖动 那也会导致这个 生产工艺的 这个不稳定 温度太低呢 其实是无法满足 这种后续的工艺流程 温度太高呢 会造成这个 资源的浪费 生成这个 氧化体 比如说你这下一道工序呢 你必须通过这种 高压水清 进行冲掉 造成这种 必要的浪费 这里是利用了 这种OT AR 加上一些 试图的技术 采集 鲁温 鲁压 这个煤气的 这个 流量 包括空气的 这个流量 种数据 中国的 数据的处理 AR的控制模型 运算 从而实现 对空气 这种 拔门开度 煤气 这种 拔门开度 工艺参数 进行智能化控制 相对于 这个原来 那个 人工操作 控制系统呢 其实整个 加入的 出口 卢温的 加入的 出口温度 活动率 其实降低到 百分之五十 自动化的这种 控制率 达到百分之九 以上 能靠节日月 大概能达到百分之五 其实每年 为这个 几月 几月成本 大概是 六百多万 OK 我们第三个 智能 智能 解析发生的案例 就是 损一的两模一烧 水泥呢 是这个 重要的一个 基建原材料 也是这个 国民经济的一些支柱 包括一些基础产业 但是水泥行业的 总体效能较低 包括它的 自动化 水平度不高 能源和 环保问题 也是比较突出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 整个水泥的生产 比较过程 是原料 包括它的 石灰石 凝土 这个 过碎 粉末成 这种 森料末 这里是会 对粉碎后呢 会对一些 电力能源的 一些消耗 然后呢 会发出 生料 送到这种 高温 摇入用燃料 将其 断烧成熟料 这里面会对一些 煤炭的消耗 那最后呢 会将这个熟料呢 以适量的 石灰钩 更好 磨制成 水泥 这里对电力 一些能耗的消耗 那么水泥呢 是一个 这种极端化公司 第一 比较分散 基于云因编 协同这种架构下 能够充分的发挥 云计算的优势 做一些大规模的这种 工艺参数的群优 数据分析 那同时 以及能够及时的更新模型 实现这种远程运维 降低这个运维成本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解决方案当中呢 第一步呢 是我们会在编达 刚刚也会部署iGate和ISS 编达的iGate呢 会负责这种数据采集 分禁楼的温度啊 摇温啊 摇头的这种压力啊 这种摇的段数啊 微量量 包括通过量啊 加工啊 数据包括一些上运数据上云 那么在第二步呢 就是云上的这个iGate呢 负责接收啊 上运数据 提供给云上的这个ISS进行训练 以及工艺这种参数的这种设定的寻优 iSS呢 会通过这种iGate下发一些模型的发明号 以及工艺的这种优化参数 设定值如分解如温度啊 摇温等 那第三步呢 就是iGate呢 编端的iSS呢 会从这个编端 iGate获取到这个模型的发明号 以及工艺的参数 设定值进行加载模型 通过来工智引擎 计算出这个工艺参数控制边量 如这个汇料量啊 这个摇的转速啊 等 那第四步呢 是编端的iGate呢 会负责把工艺参数的控制边量发生 直接进行反控 其实是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案例呢 是主要是流程控制场景 需要做这种比较快的这种响应 那核心它是解决了这个生产活动 原来第四个案例呢 就是一个速度软身的这个场景的案例 那么随着这个OT和速度软身的这个技术发展 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呢 进行速度化升级 来提升企业的这个管理效率 如在虚拟空间中进行远程管理 生产 回放追溯啊 一场这种事件的定位 生产榜真 以汽车这个生产过程 这个速度化为例啊 整个的其实整个工艺过程 其实分为这个通压 汉装 投装 总装 包括一些景面 那么所有的工艺过程 其实涉及到一万多个设备 有大概百万级的这种测点数据 进行采集 存组和刷循 那么在我们在这个汽车速度软身 项目实施的时候呢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其实要支持每秒百万测点的写入 平时呢 要能够做到 支持每秒 读取百万级测点啊 这种在这个 在某一刻的这种数据 就遇到了这种技术挑战的问题啊 后面我也会进一步介绍一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进入今天分享的第四个主题 阿里云智能指导的技术分享 那么缺缺的来说呢 是智能指导平台 基于国产开源实际数据库 RTTP的一些技术实践分享 那么首先是一个平台的引进 那么原来是基于Inflagivity的架构 在智能控制场景啊 往往都是对一些锅炉 摇炉进行控制 那么控制频率和稳定性的要求 都比较高 那么智能控制SS呢 是秒级这种周期音效果 会使用大量的测点最新值 和指标数据作为这个算法模型的输入 所以对于这种查询最新值的IT延迟性和 文明性要求就比较高 而如今普拉低的这种缓存机制呢 会受这种写入数据的影响 无法保障这个最新值的这个数据查询 都会命中缓存 导致这个IT不稳定 因此呢 在架构上引入了这个Radis的缓存机制 那么最新值的这种缓存采用的是 Radis和Hajimap这种结构进存储 那么Radis的K呢 是一个Dubaz ID Value值呢 是一个Hajimap结构 那么Hajimap的K呢 是个测点编码 Hajimap Value是一个接生结构 包括一个时间啊 具体值啊 还有些质量码 那么引入Radis之后呢 我们要保证这个乱序问题 通过这个Lua脚本来保证 乱序数据的患乱和原则性操作 那么同时呢 引入这个Lua脚本之后呢 由于这个Radis机群分辨机制 导致呢 进行批量数据更新时 你必须保证 每次批量写入的设备 所在的分辨都在同一个节点上 那么对于InflatDB的存储结构 设计上呢 是Merement是一个 数据类型的编码 那么TAC呢 是包含了这个设备编码 和测点编码 用来这种减缩 过滤 查询计算 Finder是存储了这个Value 质量码 那整体架构呢 包括它的业务有的处理 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 基于RDB的这种架构方案 是一个怎么样的 那么在新的架构下 iGate负责数据的采集 通过模型这种组装认识 直接写入这种RDB实用数据库 基于RDB的这种 最新值的反应机制 应该可以说是 作为元数据 共情存储 那么在保证这种 政治处理乱续数据的同时呢 提升了传业性 另一方面呢 也是RDB内置的这种 聚合计算加速功能 让整个的这种聚合查询的性能更好 延迟更加低 那么提升了业务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的传行效应 整体上让整个这个产品 这个基础架构比较简化 而且异于运维 那么第二个基础点呢 就是一些扩展性的提升 那么是基于RDB UDF实现业务的算子化的一个成件 那么在基于Inflate这种架构下 其实RG的产品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有的这种数据处理都跨到右层 那么增加右层的这种复杂性 比如这种运波计算 那么在基于这种RDB架务下 能够扩展这个UDF远程加载的能力 提升了这个平台的一个扩展性 能够让用户 平台的用户把这种业务处理能力进行算子化 通过这个iGate这个算子管理能力进行上架注册 从而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算子化评定 另外在这个iGate系统上 也提供了一种基于算子的这种数据加工 可视化工具 降低这个用户的门槛 让数据这个挖掘变得出手可得 那么在另一个平台这个可视化分析工具 大大提升了这个数据分析的效应 那么在这个通过这个沉淀这个算子 助理这种数据分析 那么在这个智能控制场景呢 举两个点音的算子案例 那么左上图呢 是通过滤波后的折线图 与原始的这种采样值数据对比 那么滤波后的数据波动就比较小 显得这个比较平滑 那这是一个一阶滤波的算子 它的硬场景呢 是硬在这个比如说在挪瘟的预测上 可以提升这个10%的准确率 只需要在这个iGate的产品上呢 配置一个基于滤波计算的这种数据指标 有达到了智能控制和数据的分析 共享使用 这一块也是也也这一块原来呢 是基于英国的价格下 iGate要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现在基于这种RTV就变得出处可得 左下图呢是一个是状态 市场统计的算子 是一个开关面量 开关面量表示智能化控制 还是人工操作控制 在计算智能化控制 自动化投影率的指标来说 原来是需要通过 ASS这种跨端组件 脚本 轮循赌取这种明显的数据 进行计算 获胜比较复杂 那么在新的架构下 我们是基于这种RODDB UDF 实现的一个状态 这个持续统计算子 极大的这个提升了 业务方使用的效率 其实这个状态 这种市场统计算子 使用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在计算这种设备 开机 持有时间 开机率等指标数据 这也是其实设备 OE里面统计场用的算子 第三点的话 就是查询性能的提升 其实我们如何做到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做到百万点性的一个查询 那么在这个 汽车的速度卵性场景上 因为需要这种大屏中 存放这种所有这种设备测点的行为 那么所以在这种查询性能的要求 是每秒能够读取到当前所有设备的这种测点 在该时刻的这种数据 这种其实查询呢 更像这种查询数据的一行 用这种智能控制建模 就是把物理空间概念 物理空间概念工厂 车间产现设备测点 与这个ROD TV的存储组 Device 包括Mainman的逻辑性映射 其实就是每个测点 一个时间序列 这种百万几测点 也是百万几规模的这种时间序列 也意味着在这种机器版下 那么每秒是不可能达到很高的 这种读词版RO次数 更不可能在这种劣势存储的实际数据 不能实现如此高的这种传选效率 因此我们根据ROD TV这种劣势存储的特性 对建模方案做了一些改进 增加了一种新的建模方案 那么其实我们是根据这 汽车的这种生产工业过程 是为分组划分为一些工序段 将每个工序段做一个Mainment 然后同一个工序段的测点编码 到对应数据类型的时间序列的 纳秒时间上 这样就是大幅度减少这个时间序列的数量 用更少次数的读 刺发IO 按照这个秒的查询 能够查到所有的数据 从而提升了查询的吞吐量 满足了我们数字软身的硬场景 那么第四点的话也就是 平台的数据订阅能力建设的应用场景 比喻一些ROTDV追击的一些不足 在实际用场景中 其实对于数据订阅的需求 大致可以归于三类 那么第一类呢 就是用户往往会对一些异常工况 异常一些质量 用数据进行重点关注 比如会一些锅炉的温度压力 异常情况进行监控预警 那么第二类呢 是基于这个ROTDV这种持续查询 或连续查询 实现一些业务指标 如能耗啊 产能进行数据统计计算 以后呢 希望这种计算结果 可以自动推送到这种业务系统中 由此来减少业务系统这种查询的开销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一些基于一些流计算啊 这个其实我们是 阿里云是基于这个ROTDV扩展的流计算能力 加上UDF实现一些复达业务的这种实时计算指标 如这个 这个在实现这个公益优化智能这个 高颈指标意义上 显色等 所以动画能力上 但是 但是呢 在当下的这个ROTDV的这种吹噓能力啊 稍微有些不足 其实主要体现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必须要支持全入境订阅 那么第二呢 就是TRAG呢 要紧密支持对单个实现进入订阅 第三个呢 是由于这种TRAG的这种 它的一个发业机口啊 这只是同步调用 因此呢 只适合这种 一些轻量的少量化的这种数据的调用 那第四块就是TRAG呢 是一种有状态的计算 暂不支持这种这些模式 那么基于此呢 我们对一个 ROTDV这个TRAG啊 做了一些一个扩展 那么实现这个扩展呢 其实主要呢 分了几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核心扩展这个TRAG引擎接口呢 能够支持按照前阶路径进行触发 比如说能够支持 グループ啊 或者是device的一个维度 那么同时呢 会把这个Merement的一些 这些全路径啊 能够进行凑传到具体的TRAG 我们实现了一种 这种数据转发的这种 Forward的TRAG 那么在这个Forward的时间内部呢 是通过了这种生产者 消费者模式啊 实现数据的这种 写入到P处理队列 然后通过这种HDP 或者是MQ协议 对应的HANA处理器 进行定时定量的P处理 推动数据 那这里其实核心呢 就是通过这种异步 P处理 限征值啊 等基础 来提升这种数据转发的 这种吞吐量和效率 那下面就是 有根具体的使用实例 通过这种CreateTRAG 来超年触发器 那么触发器的策略呢 是一个auto-insert 也就是说在这个 插入数据 插入存储之后 进行触发 那么root.htp 是一个触发路径 这里可以是一个 全路径或者一个 前置路径 s呢 接着是一个 就是forward的 这个全包内容 那wiz里面呢 是包含了一些协议啊 以及对应的 这种参数 Json这个协议模板 是业方接收到的 一个数据格式 当有数据插入时 业方就可以收到 对应格式的数据 OK 今天的分享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保护时间 经营聆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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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